一飞权倾天下 林初九很想说几句好话,哄哄他,算是感谢他送的韩国,可是萧天耀却不给林初九机会,他一开口,萧天耀就叫他闭嘴,然后又一次让他滚出去 王爷,我们能不能好好说话? 闭嘴,本王没空理你 萧天耀将钢链杆的信纸装入信封后,又拿起一旁的卷宗看了起来 卷宗看完,又在桌上敲了两下,召唤出一个黑衣人 王爷,黑衣人也不避讳林初九的存在,单膝跪在萧天耀的面前 总之,萧王很忙,忙到连个眼神都没空给林初九 林初九也不想讨人闲,转身往外走 那什么韩国,又不是他想要的,是萧天耀强塞给他 别指望他感谢萧天耀 从书房出去,林初九还在那里生气,越想越觉得萧天耀这人实在太讨厌了,简直让人不知说他点什么好 刚走出萧天耀的院子,就遇到形色匆匆的曹管家,不由地问了一句 曹管家,你怎么了? 王妃 曹管家刚才走得急,没有注意到林初九,听到林初九的声音才停下 怎么了? 林初九见曹管家神色不定,不由地问了一句 王妃,想请你帮个忙 曹管家一脸为难,想说又不敢说 什么事儿,你说吧 林初九觉得萧王府的人真的很奇怪 他们明明不把他当回事,可在某些小事上又纠结他的身份 曹管家犹豫片刻,还是说了出来 有个受伤的侍卫,伤口烂了,我正想去找大夫 吴大夫不在府上,府上倒是有其他的小大夫 可他们也不敢乱动,因为对方伤在眼睛 一个不好,就会把眼睛给刮伤 曹管家不是不想找林初九 可林初九的身份摆在那里 他真的不敢和王妃开口 伤口烂了,情况很严重嘛,我去看看 林初九不等曹管家开口,主动地 谢谢王妃 曹管家一脸欢喜,忙将情况说给林初九听 陈三伤了左眼,眼球也划伤了 平时换药都很小心,可不知怎么回事,他的伤口就烂了 他挤出也没有当回事,谁知伤口越烂越严重 府上的大夫看了不敢下手,胖伤了眼睛 林初九越听脸色越凝重 不过,在没有看到伤口前,他也不好说什么 知道,你让人去帮我把药箱拿来 上次带进宫的药箱,林初九并没有将药拿出来 一直稳稳地放在那里,这次正好派上用场 哎! 曹管家高声应了一句,忙让人去取林初九的药箱 自己则带着林初九过去 路上遇到刘白和苏茶,双方打了个照片 苏茶客套问了一句,林初九要去哪儿 不等林初九开口,曹管家就急急地把事情说了出来 这么严重,要我们帮忙吗? 苏茶热心地开口,他绝不会承认 他是因为上次没有看到林初九给人处理外伤的手法 欣扬,想去看 林初九出声婉拒 不麻烦苏公子 苏公子来找王爷,想必是有钥匙 不敢耽误王爷的证事 苏茶还想争取一下,却被刘白拉住了 王妃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们 刘白绝对是真心话,只不过听的人没有放在心上 苏茶一进书房,就发现书房气氛不对 不摇地后退一步,让刘白先上 刘白比苏茶慢了一步 当他反应过来时,人已经走在前面 有事 是,肖天耀看到两人,神色也没有缓和半分 眼角的余光扫向书桌上的寒冰 刘白猜到肖天耀的不高兴,应该和林初九有关 可是,猜到了他又能如何 有事 是,矜持失手了,威海镖局的海少主跑了 刘白真的很想哭,为什么他每次说不好的消息都遇到肖天耀心情不好 没用 果然,听到这个消息,肖天耀更不高兴了 派人去找,本王不希望有任何意外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是,刘白除了英氏,真不知自己还能说什么 矜持那里怎么办 肖天耀没有回答,而是问道 矜持怎么会失手 据说是,矜持收到吃地堂堂 就是唐十二的信,说他迷路了,等着矜持去救他 矜持只好丢下海少主,去找他吃地 这个理由,刘白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在京城外,那么小的一片林子里,居然还会迷路 唐十二简直是奇葩 第二次了 肖天耀很不高兴 上一次,虽有说林初九提前离开的原因在 可矜持没有及时出现,也是实则 告诉矜持,他又欠本王一次 如果再有第三次,他以后就别想再做杀手 我会转告给矜持 至于矜持听道后有多愤怒 那就不是他需要管的事情 除了威海镖局的少主 其他人已全部处理 东西一样不少地找了回来 先说坏消息,再说好消息,是刘白的习惯 不过,肖天耀听到好消息也没有多高兴 只是说道 派人立刻送过去 是 刘白说完后退一步 将位置让给苏察 苏察要说的事与陌生医有关 陌生医的事,我已经让人宣扬出去了 很快四国都会知道莫神医的为人 另外,莫神医在南蛮拿活人试验的山谷 我也找到了 只等时机一到就可以暴露出来 有肖天耀出手 莫神医绝无翻身的可能 就算皇上放过了莫神医 他也无法在江湖上和四国立足 昌孟家会出现在京城 从现在查到的消息来看 确实是意外 孟家大公子天生食欲 寻了许多大夫也没能医好 而因为孟院长之死 孟家与陌生医之间闹得很不愉快 孟院长之子孟先生曾说过 孟家绝不再请陌生医和他的弟子看病 可这次为了他儿子的病 他准备低头求莫神医 听闻莫神医在京城 孟先生便带着孟家大公子 亲自来求莫神医 可不想一进京就听到那个消息 孟先生气急 直接进宫要说法了 求医的事自然不了了之 本章完